烏克蘭南部城市尼科波爾週一晚 最少遭到俄軍三次以火箭炮及迫擊砲攻擊多加民居重彈 最少四人受傷 當地距離歐洲最大核電廠紮波羅熱核電廠只有約10公里 俄羅斯要求聯合國安理會週二就核電廠局勢召開緊急會議 核電廠近期多次遭到攻擊俄烏雙方互相指責是對方所為 外界憂慮 戰士引爆核災難 另外 聯合國安理會週一應倫籍主席國中國要求開會商討國際和平及安全議題 美國與俄羅斯代表激烈交鋒 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托馬斯·格林 菲爾德批評俄羅斯為一己私欲 入侵輪國 竊取別國領土 危害全球糧食安全 引發新一波難民危機 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列邊賈稱 全球新秩序正在形成 不會再接受西方國家的標準樣板模式 中共常駐聯合國代表將軍則稱 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與國交往的黃金法則 由稱北約東礦引發的問題帶來深刻教訓 俄烏戰士持續約半年 烏方表示已經有接近9,000名烏軍陣亡 而西方國家繼續對俄實施第八輪制裁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感謝多國推動制裁措施 不過他早前呼籲美國及歐盟國家禁止所有俄羅斯人入境 則未有得到回應 美國國務院表示 華府已經對俄羅斯官員實施簽證限制 令參與入侵烏克蘭的人負責 但不希望 關上為俄羅斯異見人士避難提供的安全通道 另外德國總理索爾茨到訪加拿大 與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會談 討論雙邊關係 亦有談及俄烏局勢及能源供應等議題 雙方本週會簽署一項 向德國供應氫氣價協議